但是小陶德今天早上有两场篮球比赛 跟妈妈的美国公民时间一样 但是我们问小陶德就是他要不要去 因为他很喜欢篮球比赛嘛 结果他说不要 就是他想要跟妈妈一起参加 就是他想要陪我去考美国公民 早安现在是6月1号星期六早上的7点多吧 我6点多就起床了 因为今天我要参加美国公民的面试 穿架看起来还算正式吧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下一期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 准备这个美国公民考试 我应该是从去年的夏天 就是有参加公民课开始 然后一直到今年 你一直觉得陆陆续续都在被 美国公民考试的内容刺刺着脑袋中 很难就是有一个很放松的感觉 觉得有一件事情未完成 希望今天可以把这件事情完成 然后我们可以好好的规划 就是未来的人生的一些新的方向之类的 然后呢 跟你们分享一件 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要参加考试嘛 但是小桃德今天早上有两场篮球比赛 跟妈妈的美国公民时间一样 然后呢 他们的群组里面就有其他的家长说 可以来把小桃德接去比赛 然后我们去考公民就好了 但是我们问小桃德 就是那他要不要去 因为他很喜欢篮球比赛嘛 结果他说不要 就是他想要跟妈妈一起参加 就是他想要陪我去考美国公民 然后我就问他 可是你也很喜欢篮球比赛啊 但是他说妈妈考美国公民是更重要 就是他觉得想要跟我们在一起 我觉得对 就是很感动吧 没有生小孩之前 常听到大家说 生教很重要 可是我们很难深刻的感受到 到底什么是生教 是只要爸爸做得好就好吗 我现在深刻的感受到了 生教就是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 它是看着你学习成长的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我在考美国公民的这个过程中 他都会一直陪我练习哦 很可爱 就是我每次在练那个100个考题的时候 他都会跟我玩强大的游戏 就他是参与在这一件事情中的 所以他会很希望陪我一起去考试 然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 让他也同步知道说 妈妈为了这个考试多么努力认真 那也许他在科业上或在其他方面 也就是要这么认真 但其实也不是啦 其实妈妈也是因为 看到他都会认真 所以妈妈也变得更认真 我觉得这就是生教 是在你的生活中 随时都是一个教育的模式 然后在他平常写功课的时候 或者打篮球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 几乎都是一直在他身边陪着他 然后看着他努力帮他加油 我想这应该就是家人吧 不管在哪里 你知道家人在的地方 就是可以一起成长努力的地方 好大概就这样 我要先赶快准备出门 祝我顺利哦 我通过考试了 恭喜你成为美国公民 还送我们一个小国旗 然后现在呢 在现场等待宣誓 这些都是今天通过的人 耶 哇那个就是我的考官耶 哇我们的宣誓是我的考官在宣誓 好我们现在呢 在现场宣誓完了 然后拿到了 美国公民证书是吗 好了 非常紧张的一段历程 等一下出去再跟你们说好了 当天就宣誓了 那好处呢就是我不用再来一次了 好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面试的过程好了 非常的紧张不断的深呼吸 就是那个压力吧 你会觉得说准备了这么多个影片 不希望功亏一亏 然后也不希望以后就是还要在每天都在看美国公民考题了 就是这个过程太累了 但我今天遇到算是天使考官 就是他说的英文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所有的考题都是就是一次就通过了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刁难我 那我最担心的N400的问题呢 其实好像也不需要担心太多耶 我背了很久的名词解释 他一个都没有问 所以一切顺利 大桃他们来了 登登登 啊~~ 对对对对对 对你看你看 耶~~ 我怕死了耶耶耶耶 珈欣 我在國旗 你要跟我說什麼 那是假的 乖寶貝 爸爸 你有個美國人老婆了 對不對 我有沒有很棒 有 我們有超棒的 有 你不懂美國人 沒懂英文 耶 她不是美國人 她不懂英文 我可以不懂英文 我可以不懂 你教我 我為民主 那我會支持 和抗議 美國的法律和法律 和法律的法律 那我會承諾 我會承諾這個 或承諾的法律 所以幫我幫忙 哇 你好棒 恭喜你 你也是美國公民了 謝謝 哈囉 今天的影片要跟你們分享 我考美國公民的一個過程 備考的經歷 然後如何準備 以及面試的過程跟內容 那首先呢 非常感謝這一路以來幫我加油打氣 給予我鼓勵 以及恭賀我 祝賀我 考到美國公民的朋友們 謝謝你們 先把今天的內容分成幾個段落好了 這樣講起來比較不會亂 那第一段呢 我會說的是 我如何備考 備考美國公民的內容 這個過程 那第二個部分呢 我會跟你們聊的是 需要去上課嗎 因為在美國這裡的話呢 其實是有許多社區大學 或者是公立的圖書館 都會有免費的美國公民課程 你可以參加的 那接著呢 第三個部分 我會講我面試的過程 然後還有快要到 就是要去面試的那一陣子 我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幫助我面試的成功機率 好 大概是這三個過程 我會把時間走光在下面好了 你們可以如果要跳的話 就跳齁沒關係 那我是如何備考的呢 不對 應該有些人會想知道 為什麼要考美國公民吧 因為確實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考美國公民 我身邊還有很多朋友 就是持有綠卡就好了 你不需要去做考試這個動作 那考美國公民有什麼優點呢 當然就是可以投票 然後還有就是可以擔任公職 這是我們的考題內容 但是撇除這個之外呢 對我自己而言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離開美國超過半年 這是我最開心的事情 因為其實當我們來到美國 第一年的時候 剛好就遇到疫情了 那一年的暑假呢 我們就想說 要不要搬回台灣 我們連搬家的紙箱都買好了 然後準備打包啊 回台灣 可是呢想到說 如果我們要回來的話 因為身份的問題 我不能離開美國超過半年 所以呢 就變成我們要先 申請一個反美證 那申請反美證透過律師 然後還有美國這裡的辦事效率 不是這麼的快 所以呢 當我拿到反美證的時候 已經兩個月左右了 小朋友又即將面臨開學 然後你就會覺得 他又要開學了耶 那我們如果這時候回台灣的話 在台灣那裡又要 就是找他的新學校啊 或者是什麼的 你就會覺得 這一切好像太倉促了 所以導致於 我們又繼續留下來了 就是因為 辦了反美證這個過程的等待 讓我驚醒 我覺得說 那如果未來有一天 突然就是要回台灣 比較久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 我回去 如果我沒有辦法順利入境美國 那大陶跟小陶德 就在這裡嗎 或者是 變成說 逼得我們全家都得 就是很及時的一起搬回台灣 你會覺得說 如果是為了未來的考量的話 加上大陶跟小陶德 本來就是美國公民了 我如果也是美國公民 我就可以跟他們一起同進退 就是一家人嘛 到哪裡都可以這樣子 好像也不錯 那時候我就有燃起說 好吧 那就考考看美國公民吧 反正都在美國住這麼久了 就不要浪費 就考個身份吧 那時候就有一個小小的種子 在我內心裡發芽 那我就開始上網去搜尋說 考美國公民到底都考些什麼內容 不看還好 一看的時候我 太難了吧 我覺得我這輩子都不可能 背下那一百題考題 constitution是什麼啊 我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單字對我而言超長 然後背不起來 我連念都念不出來 大概就是這種階段 就是我的英文太爛了 爛到我真的是傻眼 因為我以為說 像是考美國公民 就是一個國家要接受新來的移民 照理來說應該是一些簡單的問題 結果沒想到他考的內容是 美國歷史啊 國會啊 然後甚至經濟體系 它是讓你要了解整個國家的歷史地理的那種 通過了才可以 然後你就覺得 好吧 那我看看有什麼辦法好了 因為我曾經就試著 就是去聽YouTube上面找到的一些 就是美國公民考題的內容 我發現我真的更聽不懂 然後那些內容是沒有辦法進入我腦子裡的 所以我就去找A社區大學有公民課 然後我手上這一本就是我們上公民課的時候的課本 在A門廠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它就是有所有公民課的考題啊 後面就是100題 然後還有一些故事的內容 跟N400的表格 這本書裡面也都有 但是不一定需要買 因為我們上課的時候 老師都會是有PTT給你看 然後也會給你一些其他的檔案 所以其實這個是不需要買的 那個考題的部分呢 網路上也都可以下載 除非你是非常依賴紙張學習的 喜歡拿著紙張的課本 在上面畫畫畫畫畫重點啊 然後拿筆一直操啊 做筆記 你才能夠把這些東西記起來 如果你是這種學習方式的話 那我覺得買一個課本真的很方便 因為它這個課本 就真的很像是我們從小到大讀的書一樣 就是有填充題啊 然後有一些問答啊 你可以去就是 鞏固你的學習 讓你知道說 欸我真的已經記住了 但我覺得課本就是幫助你 記住這些題目 你要知道的是 真正考公民面試的時候 是你跟考官面對面 所有的問題都是從他嘴巴裡說出來的 你的聽力要很好 因為美國人正常的語速是 就是很快的 我先說一下就是 我怎麼樣去訓練聽力呢 真的只能一直聽一直聽一直聽 讓他完全洗腦 然後融入在我的腦子裡 我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每天晚上睡前的時候 戴著爛牙耳機 然後再聽那個 美國公民考題的100題 前半年的時候 全部著重在這100題的考題裡面 然後每天晚上都 What is the spring law of the land? What does the constitution do? 然後就每天晚上都是 考題考題考題 洗腦的概念 對 真的蠻有效的 我其實大概在前八個月 我就已經把這100題都備熟了 大概是這種進度 我覺得我比較容易搞混的是 國會的部分 那還有N400表格是真的還蠻困難的 好這就是為什麼我又報名 第二學期的公民課 就是上兩次的概念 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的英文程度 不是這麼的好 所以一進入課堂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老師用英文在解釋美國歷史 就我什麼都聽不懂 哪個是地名你都不知道 什麼是名詞 然後就是 全部混在一起的時候 你腦袋訊息量過大 所以好險是網課 網課我可以開那個字幕 老師講話 就即時有英文字幕 但是有英文字幕還不夠 我還另外再拿出一台手機 手機是音翻中 就是Google有一個轉錄功能 打開之後 它就再把那個英文翻成中文 所以我同時有英文字幕跟中文字幕 我就是這樣子去學習的 第一個學期非常的辛苦 但是很有趣的是 因為這要進入第二部分了 好時間總我放第二部分 就是上美國公民課有什麼好處呢 來囉 我剛剛不是說了嗎 這本課本不需要擁有 是因為你有了它之後 你會發現 好難喔 它把簡單的100題題目 變得更難的感覺 因為它每一個都是 一個課文 一個課文 讀完之後呢 只會是大概三題的題目而已 那你如果直接 背那三題的題目跟答案 就是更快的 但是它的用意是 讓你完全了解 理解這個美國的歷史的過程 我覺得如果是在課堂上 聽課的話 我一開始抱持的想法 就是按那當作聽故事好了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系統化的學習 確實就是 底子會打得很好 它會把那個100到題目 是分開來分區的 例如說它在講國會 它就把像是100題裡面 有關國會的全部都放在同個地方 像第一單元呢 它講的就是殖民的部分 它裡面出現的三題是 第58題、59題跟87題 我覺得它就是把那個題目 歸納讓你更了解 然後呢 還有上課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我最喜歡的地方呢 當然除了老師可以幫你摸耳朵 讓你聽很多英文之外 上課都會有小組討論的時間 你就可以跟很多班上的同學 來自世界各地 不同國家的人 就是有所交流 這一點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讓你更有信心 因為呢 需要考美國公民的 大部分都是 剛來到這個國家 就是新的住民 大家英文可能都不是這麼的好 所以呢 就是 你會覺得 欸 我講錯也沒關係 我不會念那個單字也沒關係 因為別人跟我一樣 我口音重也沒關係 念不標準也沒關係 因為別人跟我一樣 而且呢 像我們的那種上課的環境 你覺得有一點像是互助會 我第一學期報名的時候 我們的班上大概是有五六十個同學 很熱鬧 然後一開視訊的時候 就哇哇哇哇 好多好多那個大頭這樣子 然後呢 隨著學期的一個進展嘛 有人就在學期中 就要需要去考試了啊 去面試了 他就會回來課堂 分享他面試的一個經驗 然後我們班上也有幾個人 是已經考過好幾次 沒考上的 他也會分享他失敗的經驗 為什麼他沒有考過 然後如果有人考過了 我全班同學都會 喔~~ tioperation 就這樣子 恭喜!歡呼! 你就會覺得那個氛圍很棒 有很多人跟你一起在學習 一起在進步 一起在做這件事情 你一點都不孤單 你的被考過程就會覺得 還滿愉悅的 然後還有老師會在課堂上的時候 不是四小時的課嗎 他幾乎會分兩次小組 一次的小組可能就是 三到五個同學 會把你們變成一個團體 一個團體之後呢 我們每一次在做的 就是考大家題目 就例如說我們幾個一組 我就會開始問你說 What is the pre-law of the land? 然後你就要回答 The Constitution 然後我就說 What does the Constitution do? Oh, who are the government? 就是這一種氣氛 就是問答問答 這個的好處就是 我們不是只被答案 我們連問題都可能很熟悉 就是因為你一直都在念這個題目 雖然我們一星期可能只學三四個題目 可是我們是累積的 第一個星期三四個題目 第二個星期又三四個題目 我們第三個星期又會把 前兩個星期全部混在一起 所以到一整個學期下來的時候 如果你有認真上課 這一百題問題 你絕對都是很熟悉的了 而且你也跟同學 就是有很多次的練習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課雖然很花時間 但是你學習蠻多的吧 因為反正本來英文就不夠好了 你可以趁機練英文也不錯 而且當你不會念的時候 別人也會告訴你怎麼念 然後有一些你比較不熟的題目 像我就會把它做個記號 換我要問同學的時候 我就會故意問那一題 然後讓他回答 就更加深我的記憶了 所以我本來不熟的題目 我都是靠我的同學們讓我變熟的 我覺得這真的還不錯 就是有同班一起學習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這是我覺得就是上課最大的好處 然後我剛才有說了嘛 就是美國這裡的免費的公民課 大部分在家附近的社區大學 然後或者是圖書館都可以去找找看 然後圖書館可能要那種比較大的 公立的那種圖書館才會有 就是上網去搜尋一下 就可以用免費的課程好玩 然後當摩爾多這樣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你要去重複的聽 一直聽一直聽 跟一直說一直說 那接著呢第三個我要來分享的是 接近考試的時候我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以及面試的過程呢 好其實呢我們在上公民課的時候 這裡面也有N400的表格 老師呢其實也會花一些時間 跟我們講解就是N400的表格要如何填寫 那基本上在我身邊有考過美國公民的人 大家一致都認為考美國公民最難的 不是這個100題題目 也不是聽說讀寫 而是N400表格 那N400表格是什麼呢 讓我來跟你們稍微的講解一下 基本上呢就是一些 你的個人訊息 然後身高體重啊 你的地址啊 電話啊怎麼聯絡你啊 然後你在哪裡出生的 連你的那個社會安全碼 就有點像是身份證號碼 你也最好是背起來 那對完個人信息 確認你是本人 然後跟你的身份無疑 沒有說就是假結婚之類的疑慮之後呢 後面呢就會問你一些關於 有沒有犯法 跟你願不願意效忠美國的問題了 例如說像是他會問 你有沒有那種世襲頭銜 貴族徽章啊 你是不是在法律上無行為能力 你是不是積極主義者 你是共產黨嗎 你有沒有民族血統啊 有什麼滅絕種族的罪啊 你是不是什麼自衛隊 跟什麼勞動營啊 居留所啊 監獄啊 跟叛亂組織 這一些的那個單字很難 你要去解釋那個詞 對名詞解釋真的超困難的 那至於名詞解釋會不會考呢 就是其實是看考官耶 如果他覺得你的英文程度不夠好 他可能就是會問你幾個名詞解釋 確認你懂不懂他在問你的這個問題 因為呢像我之前上課的時候 有同學就是因為他的英文程度不夠好 他的那個100個考題也過了 聽說讀寫也過了 可是就是在對訊息啊這些內容的時候 考官覺得他的英文程度不好 就不給他通過了 然後呢我有看到有一位網友分享 他在後面N400對信息的部分 考官考了他20幾個名詞解釋 我天哪這個超難的 所以呢我對名詞解釋是非常的緊張 我到考試的後期就是都在專攻名詞解釋這一部分 那接下來呢就有幾張是網友分享的 就是他整理出來你可能需要知道的一些名詞解釋的內容 我把它放在影片中 你們可以按暫停或者是截圖 然後有興趣了解的話你可以直接從這裡去背齁 除了100道題跟N400的表格跟內容之外呢 還有會考的是聽說讀寫的閱讀測驗部分 就是你到那個考試的地方辦公室的時候 你面前會有一台iPad 考官呢會在iPad上面秀出一個句子 你要唸出來 然後接著呢考官會唸一個句子 你要把它寫下來 答對一題就可以過關了 如果你本身英文程度很好的話 聽說讀寫對你來說非常的簡單 那聽說讀寫對我來說的話 就是有一些單字我需要去記得他到底是怎麼拼的 因為有些單字你會覺得好像很熟悉 阿就是這樣 你看看著他很熟 可是實際上要你寫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就是 誒BRI還是BIR 就是那個順序你會沒有辦法去記住 然後或者是BA還是BE 你就是那個因為PE沒有這麼好的時候 你就會懷疑說那個字母怎麼寫 那就會很容易錯 這一定要把這個單字都背下來 那當然那些常會出現的單詞 你必須就是寫得很熟 那基本上就是 閱讀測驗 我覺得大概花個一兩天就可以搞定了 總之呢就是把那個 100題你一定要聽到滾瓜爛熟 最好是題目還被我唸完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而且是能秒回答的 而且呢你是要用聽的 我不要說想說你看YouTube影片 就是一直看字幕 當你把那個字幕拿掉的時候 然後你會開始懷疑他到底在說什麼 所以呢我後來就是大概用兩倍數一直聽 然後聽的時候就回答他回答他回答他 一直把它唸出來唸熟 這大概是我考錢的狀態 好到了面試當天了 我的遞交報名表的時間呢 是在1月底左右 然後我是在4月底收到說 我6月1號要去面試了 就等於說我收到通知到我要去面試的時間 只剩一個月的時間 這一個月的時間就是我 密集在準備N400表格跟閱讀測驗的部分 因為我100道考題早就已經備完了嘛 所以我的時間表大概是這樣 那我去面試的當天呢 是星期六耶 我跟我英文老師講的時候 他都覺得很訝異 就美國人怎麼可能星期六還上班工作 還要給你面試 我也覺得很驚訝 對可是確實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那一批等待的人大概有30個人 好我先說在面試之前呢 我會收到一個通知單 通知單上面就會寫了地址啊 就你要去哪裏面試嘛 跟你的時間 我是9點40 提前15分到 你不能太早到 好我先說一下就是 你需要準備你的報名的通知單 跟你的綠卡進去 你要過安檢的時候 要把包包裡所有的東西掏出來 然後放在一個盒子上 外套也要脫下來 如果有水壺或者水瓶的話 拿在身上 鞋子不用脫 就你過安檢門 你的行李就像機場一樣 他會過那個檢查 然後過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行李收起來 然後他會告訴你去哪裡 那我呢是坐電梯到二樓 這是等待的大廳 你要先去報到 那到報到的地方呢 也一樣就是把你的通知單啊 跟你的ID啊 還有綠卡 就是都給他 給他之後呢 他會幫你拍照 拍照確認是你本人 然後呢還有按指紋 就是伸出你的食指 就是壓一下指紋 這樣子就完成報到 完成報到之後呢 就是坐到等待區 無止境的等待 等待那個考官叫你的名字 我的預約時間呢是9點40 但是我大概等到10點40 我看一下表就都還沒有輪到我 可是過了一下我就進去了 進去之後呢 就是會有一個考官 他來就是站在門口那裡叫名字 叫名字叫名字 就是好幾個考官這樣子 然後你就要聽 哪個是在叫到我的名字 然後叫到你就跟他走 走到那個考官的辦公室 然後就坐下來 就開始進行面試 然後我一去到的時候 我的那個考官是一位 中年的墨西哥女生 滿嚴肅的 他都沒有笑容 那在考試的時候呢 也是你要保持著一個很正經 像是去工作面試的狀態 不應該嘻嘻哈哈的 大陶呢都一直給我洗腦 你要記住 你現在是一個40歲 事業有成的媽媽 沒有媽媽 也不是啦 就是你要正經 不能嘻嘻哈哈 像個小孩子一樣 因為如果你一直笑 考官可能會覺得擬心虛 所以就是 嗯 保持正經的一個狀態 然後有禮貌這樣子就好了 不需要過度的 想要裝熟 對啊 然後大概就是這種階段 我一進到那個考官的辦公室 我就看到 欸 後面有一個跟我一樣的Stanley水壺 而且它是粉紅色的 上面還貼了Hello Kitty的貼紙 我心裡呢就想說 哈哈有戲了有戲了 我應該可以考上 他肯定是個天使考官 就是有少女心的那種 不是那種會刁難人的那種 很很壞的考官 瞬間覺得 啊 沒有那麼緊張了